被恐惧包围的时候,向天父呼救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赛亚书第33章 南国犹大面对亚树多年的侵扰和攻击 现在只剩下微弱的气息了 幸好他们终于在千军一法的时刻,向天父发出了求救讯号 这一章,以赛亚先知要透过犹大的祷告和得救 带领我们认识天父的怜悯与恩典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33章 以赛亚书第33章 祸灾,你正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 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 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 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 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 我们等候你 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绑壁 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 喧嚷的响声一发 众民奔逃 你一兴起,列国四散 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净 好像马扎吃尽何架 人要蹦在旗上,好像蝗虫一样 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 他以公平公义,充满习安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 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 你已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 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 大路荒凉,行人止息 敌人被曰,藐视诚意,不顾人民 地上悲哀衰残 礼巴嫩羞愧枯干 沙伦向旷野 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貂蚕 耶和华说 现在我要起来 我要兴起 我要勃然而新 你们要怀的是康比 要生的是碎阶 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 猎帮必向乙烧的石灰 像乙哥的荆棘在火中焚烧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 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 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 不尽浅的人被战兢抓住 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 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行事公益 说话正直 增悟欺压的财力 白手不受贿赂 色尔不听流血的话 闭眼不看邪恶事的 他必居高处 他的宝障 是磐石的尖垒 他的粮必不缺乏 他的水必不断绝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 必见辽阔之地 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 自问说 寄树木的在哪里呢 平共赢的在哪里呢 属树楼的在哪里呢 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 就是说话深奥 你不能明白 言语呢喃 你不能懂得的 你要看西安 我们守圣洁的城 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 为安静的居所 为不挪移的账目 角子永不拔出 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在那里 耶和华必显威严 与我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 其中必没有 荡奖摇鲁的船来往 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因为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们 你的绳索松开 不能栽稳为甘 也不能扬起蓬来 那时许多卤来的物被分了 缺腿地把略物夺去了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 罪孽都赦免了 当犹大一呼求 天父就毫不犹豫地 伸出大能的手 先知说 在那里 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 其中 必没有荡奖摇鲁的船来往 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亲爱的朋友 那些威武来往的船 就好像那些让你感到恐惧和威胁的事情 但是别担心 当你呼求天父 他的大能 就必与你同在 带你远离担心受怕的日子 因为他爱你 保护你 在他里面 你能得享满满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保护我 与我同在 当我倚靠你 我就得平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满有平安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